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预计将在2025年再创出口新高。 据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第一次掌握ShinHack于10月下旬在公开活动中表示, 2025年,韩国半导体出口额有望突破1650亿美元,超过2024年的1419亿美元,连续两年刷新历史记录。 根据韩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已达1197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16.9%。 这一显著增长,反映了全球市场对韩国半导体产品的高度依赖和强劲需求。 Motion Hack强调,韩国政府将持续支持国内半导体产业,巩固其在记忆体晶片市场的领导地位。 同时,政府将加速推进系统单晶片与无偿半导体的发展,以尽快缩小与国际同业的差距,维持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KSIA理事长Song Jay Hack也指出,半导体作为国家战略资产,在人工智慧、AI与量子运算领域具有关键作用。 他呼吁政府大力扶植半导体产业,打造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确保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优势。 此外,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其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布局上的前瞻性策略。 近年来,韩国企业在高阶记忆体晶片和系统晶片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市场份额也随之扩大。 在全球数位化转型和智慧化升级的大趋势下,韩国半导体产业有望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为韩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此背景之下,特斯拉公司执行长埃隆·马斯克日前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台积电,三星将参与设计特斯拉人工智慧5号晶片AI5的设计工作。 马斯克当时在会议上表示,需要澄清一下他此前公开言论中的一些内容。 实际上,他们最初是将同时依托台积电和三星来生产AI5晶片。 这代表着,三星也将分担特斯拉当前一代人工智慧晶片AI5的制造责任。 具体分配上,AI5晶片会由三星电子德克萨斯州工厂和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工厂一起生产。 要知道,此前他曾表示,这款晶片将由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商台积电生产。 这意味着,三星电子正在更多地参与制造这家汽车制造商的晶片,表明这家韩国企业正逐步进入原本由台积电主导的市场。 除此之外,今年7月,马斯克曾表示,特斯拉将委托三星生产下一代AI6晶片。 双方签署了一项价值165亿美元的协议,被视为三星代工业务的重大胜利,该业务专门为客户代为制造晶片。 当时,马斯克表示,三星已在生产上一代AI4晶片,而正在研发中的当前版本晶片则仍将依赖台积电制造。 尽管在半导体代工行业三星目前仍远远落后于台积电,位居第二,但该公司正加大对奥斯汀附近一个生产中心的投资,而特斯拉的总部就设在奥斯汀。 特斯拉依赖这些人工智慧晶片来驱动其自动驾驶汽车功能以及尚处于初期阶段的人型机器人产品线。 该公司将这些自研晶片与辉达公司生产的领先AI计算处理器结合使用。 马斯克还表示,特斯拉正在努力实现超额生产,任何未用于汽车或机器人的晶片都可以用于其公司的资料中心。 他说,特斯拉的明确目标是让AI5晶片功果于求,这也是他对之前的评论做出的澄清。 根据媒体此前对其表述的理解,AI5为过渡性或特定场景主力晶片,由台积电代工生产。 AI6则是特斯拉未来AI生态的统一心脏,将由三星电子代工。 不过现在看来,特斯拉在AI5上还会与三星合作,而不会完全依赖台积电。 另一方面,特斯拉以前在其车辆中使用的是辉达Drive晶片,但在2019年放弃了它们,转而使用自己的处理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自研晶片上投入巨大,但马斯克明确表态称特斯拉不会取代辉达。 目前,谷歌、亚马逊、Amazon和微软、Microsoft等超大规模企业都在投资开发自己的人工智慧晶片,以便在辉达之外寻找另一种选择。 而且,一些人工智慧专家表示,客制化晶片在某些任务上可能更具成本效益或速度更快。 对此,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将继续使用在人工智慧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辉达GPU来训练其模型。 根据马斯克的说法,他们不打算取代辉达,特斯拉的策略是组合使用自研晶片和辉达的处理器。 特斯拉的自研晶片主要用于车辆和机器人中的AI推理任务,而辉达强大的GPU绘图处理器则继续用于训练其复杂的AI模型。 特斯拉宣布,公司目前拥有的算力相当于81,000块辉达H100晶片。 由于在2019年,特斯拉就已停止在车辆中使用辉达的DRIVE晶片,转而采用自研处理器。 据悉,AI5晶片被用来驱动自动驾驶及机器人产品线。 而特斯拉依靠人工智慧AI晶片来驱动自动驾驶汽车功能机器上处于起步阶段的机器人产品线。 此外,在今年9月上旬,马斯克曾公开表示,AI5晶片效能是AI4的40倍,算力提升8倍,记忆体增加9倍。 他还称,这款晶片将成为史诗级产品,且紧随其后的AI6晶片有望成为迄今为止最出色的AI晶片。 马斯克还表示,由于特斯拉是AI5的唯一客户,其晶片设计师能够专注于公司的需求,并消除晶片中减慢速度的旧部件。 他补充道,特斯拉只需要满足一个客户的要求,这使得设计工作变得非常容易,意味着他们可以从晶片中删除很多复杂的东西。 马斯克进一步指出,特斯拉的设计团队已经去掉了晶片的传统、GPU、讯号处理器和其他部件,并预测该晶片在人工智慧领域的价效比将达到最佳,可能提高10倍。 辉达在处理几乎难以想象的复杂要求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但在他们的情况下,特斯拉正在寻求彻底的简单。 总体来看,特斯拉依赖这些AI晶片来支援其自动驾驶汽车功能和仍在发展中的机器人产品线。 该公司将这些技术与辉达公司的硬体相结合。 但随着马斯克表示,AI5晶片不再由台积电独家制造后, 三星电子公司将承担更多制造特斯拉晶片的任务。 这一消息标志着这家韩国公司在由台积电导的市场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